8月25号 位于北京南楼股像附近的 北京国际电影节露天放映现场 充满浪漫的气息 当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 夜幕降临 在粉色彩灯的映衬下 电影《疯狂的赛车》正在放映 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首次设置了露天放映单元 作为露天放映场所之一 8月22号至29号 每到晚上7点30分 南楼书店都会在其顶层露台 准时放映一部电影 恰逢七夕 25日晚 主办方将露台做了特殊装扮 粉色签名墙 新型LED灯 电影开场前 观众们纷纷打卡留念 喜欢粉粉的颜色 还有喜欢 偶尔也有几个长得好看的小哥哥 因为在电影院 他可能一个小的空间里面 都特别黑 会觉得有点闷 然后可能偶尔还会犯困 然后在这边 然后空气 小风一吹 人特别舒服 作为七夕专场 现场出了只身前来的观众 自然也少不了成双入队的情侣 孙静明一直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粉丝 此前他已经跟女朋友观看了黑色帝国 七夕节当晚 他们又来到南楼五巷 重温疯狂的赛车 就感觉这种活动挺好的吧 毕竟这种露天电影 以前只有在小时候 如果在乡村那种 快要有那种大院 才有的 时隔这么多年就看到了 感觉挺 挺开心的 然后也恰巧在这个 七夕日子 更加喜上加喜悠 据主办方介绍 参与本届电影节露天放映的观众 可前往官方指定售票平台 进行免费预约 预约成功后 在现场进行扫码确认后放客进场